日本的行政区分成47个都道府县 这个日本47系列 以行政区为单位来介绍 我所去过的日本 以及未来要去的日本 今天我们要到老外心目中最想去的广岛县 哈喽各位好 我是公头坚 相信大家平常也会看到一些问卷 或者统计数据 如果问台湾人最喜欢去的日本的目的地 答案通常就会是东京 京都 大阪 北海道或者福岗等等 而我们可能也会想 其他国家的旅客答案也差不多 可是有一次当我在找资料的时候 却发现在国际性的旅游网站 Trip Advisor上面 全世界旅客评选最想去日本的景点排名 前两名竟然都在广岛县 这个答案是不是也让你感到有点意外呢 日本四期2023年的首部影片 就要带大家去认识这个 长期被人们低估的观光大县 広島广岛 或许你也能跟我一样 发现它丰富多元的面貌 广岛县的位置是位于日本的中国地方 之所以会这么称呼 是因为从日本古代的统治区域来看 这里正好位于国土的中间 但现在为了与中国来做区分 也常被称为三阴三阳地方 而县厅所在地的广岛市 就是中国地方最大的都市 如果是按照古代的旧令治国 西部地区是安逸国 而东部跟钢山县相接壤的地区 则是背后果 和战国历史中的毛利援旧 毛利会员 以及辅导政责等等的战将都有渊源 其实如果仔细想起来 欧美人士会对广岛熟悉不是没有原因的 尤其是上一辈的人 只要学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就会知道 Hiroshima广岛就是当年全世界第一个原子弹被投下的城市 因而有普遍性的知名度 无论是怀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或许都会想来看看 而通常来了就会顺游附近的宮島公岛 而原子弹爆炸圆顶屋和公岛 两处都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也正是前面提到评选排名的第一跟第二的景点 2011年我和建筑学者谢忠哲老师 共同带领一个环赖户内海建筑参访团的行程 初次造访这两个景点 如果按照顺序由西往东 首先会来到安逸之宫岛 Agino Miyajima 或者称为いつく島沿岛 这里相信有许多人已经很熟悉 那就是有着海中大鸟居的沿岛神社 沿岛神社 拥有大约1400年的历史 是日本国内大约500座沿岛神社的总本社 主要计奉的是护佑航海安全的宗向三女神 神社前方立于赖户内海中的大鸟居 被誉为日本山井之一 是沿岛甚至整个广岛县最知名的地标 虽然是这种等级的景点 但岛上的旅数有限 也可以下榻在对岸 例如我住过的安逸Grant Hotel 或者从广岛市搭电车过来 到宫岛口再换乘渡轮前往 沿岛神社被日本政府列为国宝 也收藏许多国宝籍的文物 1996年和后方弥山的原始林区 共同登陆世界遗产名单 早在平安时代末期 神社就受到平氏一族的崇敬 已经拥有跟现今类似的建筑规模 而它的建筑本身 我感觉和京都的清水寺可以做一个对照 一个在山上 一个在海上 却都有着舞台般的结构 仿佛是与山神海神对话与致敬的神圣空间 在历史上 当平清圣担任安逸首之后 又得势造建平氏政权 影响力大增 使得沿岛神社的盛名广播 到其他的贵族圈 香火鼎盛 许多京都的皇亲贵族 包括后白河上皇 都远道而来参拜 引进当时的平安文化 而岩岛神社 渐渐发展出其著名的五岳 又有一年 我正好元旦来访 1月2日的下午 就遇上原始祭 看到非常精彩的蓝陵王表演 也拍到不少画面 相信从这些相片中 你也可以感受到我当时的幸运 日后毛利元旧在岩岛合战中获胜 将岩岛一带收归于自己的领土 延续昔日香火鼎盛的场面 而封城秀吉则命令安国寺慧穷 在神社旁边的山坡上建造大金堂 被后人称为封国神社的千叠阁 进入江户时代以后 越来越多民众前往沿岛旅游与参拜 称为沿岛翼 而神社前的门前丁和周遭的地区 也因而带动发展至今 沿岛神社的魅力 在于当长朝的时候 可以拍到海中的大鸟居 而退朝的时候又可以走到鸟居的旁边 景观非常多变 虽然前面提到岛上的旅游有限 但我第三次来到宫岛 正是为了采访岛上一家拥有 超过150年历史的旅馆 岛说 严肿 必须说 虽然来了第三次 才有在岛上住宿的经验 但那是非常特别 而且难忘的回忆 你甚至会感受到 这果然是一座有神的岛屿 而且住在岛上 时间比较充裕 隔天还可以悠闲的 去知名的餐厅 牡蠣住 享用各种牡蠣套餐 或者到街上的伊都奇咖啡 或者宫岛咖啡小座 或来一杯宮島ブルーリ的精亮啤酒 当然 后来这些年也开了不少相对平价的旅宿 如果提早预约 就有机会体验 住在岛上的尊荣感 从宫岛搭船回到本周 大约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就可以来到市区的 广岛平和纪念资料馆 当然 日文平和就是和平的意思 它坐落于和平纪念公园 正好在广岛市的中央 这座纪念馆的建筑师 丹夏健三 是号称建筑界的 诺贝尔普利兹克奖的得主 可以说是战后日本代表的建筑师 影响了黑川记彰 编文艳 积齐心等等一整代日本建筑师 当你看过岩岛神社 再来到1955年建成的 和平纪念资料馆 甚至可以体会不同时代 但却拥有相同心灵的 神圣空间的结构 资料馆里面的陈列 则是展示原子弹爆发时候的实况 目的是希望世界各国 能够放弃使用核武器 促进世界和平 同时馆内也收集 并且展示受害者留下的财物 相片以及其他呈现当时情况的物品 每一件展品都凝固着种种复杂的感受 而原爆原顶 又译为原子弹爆炸原顶屋 是位于附近 原安川畔的建筑遗址 美军以原子弹轰炸广岛的当天 爆炸中心附近的建筑物 几乎全数被移为平地 只有这座建筑勉强毅力 并未完全倾倒 也就被作为该起事件的纪念物 而获得保存 之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原爆原顶 常被误会是原子弹的爆炸中心 但其实当初美军是瞄准 原顶西北方不远处 横跨本川的T字形的桥梁 向生桥为落点 但原子弹在落下的过程中 偏了600公尺 在岛医院上空580公尺处爆炸 半径两公里范围之内的建筑 几乎全毁 其实我在世界各地 看过不少战争或者屠杀的纪念馆 有的人或许会觉得沉重 但我认为作为一个历史的走读者 唯有正确理解这些过去 才有机会可以避免未来再度发生 而相信众多的日本国民 以及来到此地的欧美旅客 也都是抱着同样的心情 当然既然来到广岛市 也不是只有沉重的历史可以看 在地的特色美食 除了刚才提到的牡蛎 还有鰻鱼 以及广岛烧等等 尽管在其他城市或许也吃得到 但既然来到贵宝地 还是应该尝试体验的 特别是纸屋丁和本通一带 甚至商店街和餐厅集中的区域 可以感受到广岛的活力 至于广岛城由于早在爆炸中损毁 而现在是新建的博物馆型的城楼 那就留给热爱历史的朋友去参观咯 或许还有人记得 约莫在2017年 广岛县的吴市 曾经举办过观光大使的选拔 对象是在台湾的吴姓中心 因为我本姓吴 也好想去应征 但最后重选的是一位台大女神 吴宜德 无论如何 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idea 可惜没有继续推广 相信很多民众 还是不知道广岛县有这座城市 吴市 Kureshi 又称为吴港 是位于广岛县西南部的港都 濒临奈户内海 是仅次于广岛市和福山市的第三大城 从广岛市区搭电车 大约需要40分钟 但后半段沿途的海景 非常漂亮 绝对值得 由于是天然两港 自古极有水军驻扎在此 而明治时代以后 更成为日本帝国海军的主要据点 而且是造船 钢铁 机械的发展中心 知名的大和号战舰 也是在这边建造 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 仍作为海上自卫队的重要据点 设有吴基地 吴市海市历史科学馆 是在2005年正式开馆 因为馆中大厅展出比例 10分之1的大和号战舰模型 也被称为大和国务馆 喜爱军事历史的朋友 对于这座馆内展出的五岗历史 以及飞机 船舰等展览品 想必会觉得非常的满足 其实吴市除了大和博物馆以外 还有许多以海军为主题的周边商品 例如海军咖里 海军咖啡 海军精亮啤酒等等 是很值得探索的小城市 而位于吴市中通的名店 包括 从车站走过来不会很远 上次我去的时候 甚至还惊喜地发现 一间小小的宇宙战舰大和号的原作者 松本林式的美术馆 Gallery Zero 可惜目前据说已经改成 街角市民画廊 仅剩很少的展示了 而说到漫画 还有一部和野时代原作的 谢谢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 也是以五岗为背景的反战漫画 改编成动画电影 还打败了强劲的对手 你的名字 获得第40回 日本电影金像奖 最佳动画电影 并且创下最长放映记录 同时 为女主角配音的None 也出版了一本 五岗旅行摄影集 推广当地的旅游 这些因为都是我去的那一年 2017年的事情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而这部动画电影 当时在台湾也有上映 剧情真的非常感人 令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以及在逆境中生存的勇气 从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到五岗 或许有的人会觉得主题似乎有点沉重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能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和平的岁月 并且愿意去奋勇守护它 才是真正的意义吧 游五岗再往东 如果你多预留一点时间 体会闲情抑制 大约两个小时电车的车程 就可以抵达文青 以及自行车爱好者的胜地 尾道是 尾道位于广岛县的东南部 濒临赖户内海的尾道水道 自古以来就是海运的物流集散地 而明治时代 三阳铁路开通以后 更成为铁路运输和海运的转运点 城市名称一般认为 源自三尾的道路的说法 跟它的市区依山傍水的地形有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一度甚至成为可跟广岛匹敌的商业都市 而且除了商业上 造船等海运相关的产业也相当的发达 在尾道的市区 向岛、阴岛等地都有许多的造船厂 尾道的地形多山 市区有不少街道建在山坡地上面 因此有板道之城 而且由于在历史上多次免于战火清洗 室内保留众多的古迹 又有赖户内的小京都之称 同时也以文学之城 电影之城的名号著称 所以才说这是文青喜爱的圣地 除了充满浓浓的昭和风味的尾道商店街以外 位于半三腰的千光寺 更是观看港湾跟水道的好地方 更有猫之戏道 其实这里的景色总是让我想到基隆或者喉童等等的地方 至于前面提到也是自行车爱好者的圣地 则是因为尾道乃是前往四国的尾道精致路线的起点 而这条路线总共经过七个岛屿 路线全长大约70公里 又被称为赖户内岛坡海道 设有日本第一条可以横穿海峡的自行车道 除了所有桥梁都设有自行车道以外 尾道和各岛的终点站都可以出租自行车 即使是初学者也能够轻松享受骑行的乐趣 而正因为有这样的优势 在距离车站步行五分钟的地方 有一座由仓库改建的设施叫 不仅有我们熟悉的吉安特自行车店 还有自行车旅宿 以及餐厅跟酒吧 从头到尾都符合骑士们的需要 而对于历史爱好者 这里更有着村上水军或者村上海贼的传奇 你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城市尾道 都拥有如此丰富多元的旅游资源 怎么能够让我们不爱上去日本旅行呢 从尾道搭电车再往东 大约20分的车程就会抵达福山市 再转乘巴士 半小时就可以抵达另一座港口 丙之谱 我曾经在宫头间的龙马之旅书中写道 如果不是因为龙马 或许我也不会发现这个美丽的港丁 因为这里正是龙马海员队的商船 一旅坡丸 伊罗哈马路遭到冀州凡的军舰 明光丸撞城的地方 双方从丙之谱一路谈判到长崎 后来龙马搬出万国公坊 又请来英国的海军提督当判官 成功地获得巨额的赔款 在转往长崎之前 龙马等人在丙之谱待了四天 并且陆续在深屋宅 以及号称日东第一行圣的福禅寺 对潮楼等处谈判 而如今这些地点 都成了丙之谱这个小渔港 最珍贵的观光资产 镇上设有一旅坡丸展示馆 馆内虽然不大 资料却异常的丰富 甚至还重现了NHK曾经水下探勘的场景 而龙马曾经居住 或者躲藏的名家或商家 更是推出各种主题餐食和展示 其实丙之谱本身就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渔港 甚至保留了古代的灯塔和码头等等的设施 小巧的街道 商家也颇有特色 甚至还是多部小说和电影的场景 附带一提的 动画大师宫崎俊 也曾经来此小住取材 发想故事 癌上的玻妞 人物造型和场景的灵感 就是来自丙之谱 而老爷子当时曾经住过的地点 也就是龙马也曾经躲藏过的老宅 现在名为玉洲树一缕坡 无论龙马或者是宫崎骏的爱好者 真的不能错过这个港丁 其实今天我们只介绍了广岛的海 广岛县还有腹地很大的山区 也提供当地人登山践行的许多路径 而伟道北边的士罗高原一带 更有着西日本最大的花田 而且我之前在规划酒鬼巴士的时候 就发现广岛县的观光酒厂的资源 也非常丰富 位于东广岛市西条本町的九长通 一条路上就有七家日本酒造 不乏知名的贺茂贺 白牡丹等等的品牌 而位于宫岛和广岛市中间的念日市 更是知名的英伟酿造和蒸馏厂的所在地 如果能够规划起来 那又是一个包含世界遗产 历史 美食 威士忌 日本酒 甚至自行车的行程了 是不是也很令人心动呢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公投间观点的历史和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